日本众议院选举首相安倍胜出 不过这次的投票率却创下日本有史以来的新低只有52% 预料未来包括日币贬值和重启核电以及修宪等争议的话题 仍然会是安倍政府将面临的考验 不管这次选举算是对安倍经济学的信任投票过关 不过部分分析师仍然警告 这次胜选对日本来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因为依赖印钞与举债以提振经济的做法 可能导致日元兑美元崩至300 而通膨也恐怕会失控 另外周日出来投票的日本选民却创下52%的历史新低 有分析家认为是天气因素 但也有人认为这次安倍的胜选 不代表自民党被信任 包括重启核电政策和修宪都是争议话题 这次选举赋予安倍进行修宪的主导权 外界预料他将改写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的条文 让日本拥有真正的军队 而中共可能又会加以反击 让中日关系更紧张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瑞亚整理报道